面對這波疫情除了確診者和確診者家屬非常煎熬之外 其實醫護人員他們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 從這張照片你可以看到在晚間11點多 一堆人呢在這個戚風苦雨之中還在排隊等報告 等著這份報告是要告訴自己下一步該怎麼走 而面對這些人呢 這些醫護人員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累 但是還是提起精神來幫助他們 而這個醫生就說呢 這就是目前第一線醫護人員面臨的狀況 他提到現在一個人幾乎要負責30床到40床的確診人 甚至這些都是包含1歲到90歲當中 還有一些是重症ICU患者要插管的 他們急診室醫護的工作量是比平常多出了4倍到5倍之多 因此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網路的社團 有很多的醫護人員開始PO文報院 他們提到說現在越來越多的醫院爆出了群聚感染 但是呢很多地方還沒有爆出來 為了要報病人這個狀況 其實很多人是不能說出目前的實情的 甚至還有說當住院的這個醫護人員 確診之後病房灌了起來 病人陪病者護理師還有住院醫師要篩檢 但是呢主治醫師可以不用篩 因為他們說不用篩或許就不會確診 這樣的狀況讓不少醫護人員是沒有辦法接受 他們認為說現在呢 他們不只是要照顧病人之外 一兩個人要照顧50個病人 還要擔心哪一天會確診 真的快要撐不住了 萬一哪一天自己真的生病累倒 又要從哪裡找到代班的人呢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還有請大家去參考 請還講